跟那个麦香 大家好,我是阿虹 如果你想要在佳节期间煮出一道 大家都很喜欢吃的料理 那我想今天我要煮的这一道 啤酒排骨就很适合大家 尤其是在农历新年 排骨在餐桌上当然是 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佳肴 这道啤酒排骨的口味呢 我是用了胡椒和一些香料来做搭配的啦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肉的口感啦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什么 我就想到了 Causpert Danish Pilsner 用Causpert煮出来的肉呢 不但没有腥味 而且口感还很软嫩 好啦,那话不多说 大家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的做法 排骨的话你可以准备800克到1公斤 这些分量是可以6到8个人吃的 你可以切成差不多8cm的这个长度啦 你买一整只排骨对吗 这些部分呢我们就用来煮啤酒排骨 那剩下的那些头头尾尾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煲汤 现在我们来处理排骨哦 准备一块的生姜用刀拍散 接着再准备一锅的清水下入排骨和姜 然后我们才开到大火烧开 记得排骨是要冷水下锅哦 让排骨和水同时升温 这样子排骨的里外才能受热均匀 口感就不会变柴 烧开后水面有很多浮起来的泡沫 我们用勺子把泡沫拿掉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调到中小火 然后把时间设定在一个15分钟 OK,我们在等住那个排骨的时候 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准备一些香料先 首先要准备时钟 当然你要用搅拌机也行 加一汤匙的白胡椒和半汤匙的黑胡椒 捣碎 OK,不用讲锤到它很碎的那种哦 我们只是要给它那个胡椒粒爆开 一爆开就OK了 爆开它才会出味嘛 这两种胡椒呢 白胡椒的辣味会比较重 那我为什么会加一点黑胡椒呢 黑胡椒它的味道就更加浓 好,差不多这样子就行了 还可以看到颗粒,不要太粉 好了,我们先把胡椒倒进一个碗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咖喱叶 咖喱叶也是可以增香的 很适合拿来煮胡椒的料理 准备一粒的红葱切成嚼状 可以切大一点,不要切太小哦 红葱呢,就可以带一些甜味和香味出来的 再来几粒的蒜头 好了,香料就这些 排骨这里也差不多15分钟了 我们把姜拿掉,姜就不要了 把排骨捞出来 那你们看一下,这样子烫出来的排骨 是不是非常的白,非常的干净 那捞出来的排骨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清水里面 冲洗一遍就好了 好,除了丰富的香料以外 等下我也会用Cosper Dennis Pils 融入到排骨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完美了 排骨当然不是直接加水闷哦 来看一下做法吧 先起锅加适量的油 然后把蒜和葱先爆香 这些香料呢,是要经过油去爆的哦 这样子才会出味嘛 那煮出来的排骨味道才会浓郁 接下来是胡椒和咖喱叶 用胡椒粒真的是特别的香的哦 我只是翻炒了几下 哇,整间屋子都是那个胡椒的香味 炒出胡椒的香味后 我们就下一汤匙的蚝油 然后继续炒出那个酱香味了 才下排骨 先加适量的黑酱油再翻炒哦 那等下我们在翻炒的这个过程中呢 排骨就会上到颜色 翻炒至上色了 我们就可以开一关的 Cosfer Dennis Peel's从锅边进入 用Cosfer来煮肉不单只是有去腥的作用 煮出来的肉呢 也更加的松软 更加嫩 非常好用 再来800毫升的清水 大概三个饭碗的水量 调味方面就不用怎样去调了 加一茶匙的盐来调咸味就好了 接着我们就大火烧开 烧开后我们就可以把排骨转移到焖锅了 当然你是有那种比较深底的砂锅 也是OK的 好了,现在我们把锅盖盖上去 然后慢火焖煮40分钟 40分钟后开盖 然后调到大火 把汤汁收浓 你就大火煮了差不多8-10分钟的时间 这个汤汁就变得比较浓了 OK,现在已经收得差不多了这个汁 你们看一下 这个汁可以翻译流的 你们可以先试一下味道 味道OK了 就不用加什么了 如果味道还差一点 你可以加一点生抽调味 提一提先调味 OK 现在我们可以把排骨 先拿去装盘先 摆一摆盘 来一摆盘 来一摆盘 现在排进来 OK,这个汁基本上是OK的 如果你要求要再浓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勾一点芡 加一点风车粉,加一点水 勾薄芡就好了 不要太浓 太浓也不好 差不多 那个浓度 美美了 这个就是 很下饭 这个黑椒汁 非常的下饭 现在我就把这个汁 嚼在排骨上面 真的很香 哇,这个排骨要怎么样吃 我们来试一下 哇哦,你看 整个那个麦香 很好吃 那个肉咬起来 真的是很软嫩 然后一点腥味都没有 酒下去了 我们在滚着的时候 在焖煮的时候 那个酒精已经蒸发掉了 留下来的只是 那个甘甜的味道 而且哦 这个汁 你拿来配饭 真的是很搭 会要过年了 如果你现在想有什么特别的菜 要煮给家人和朋友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样子啊 不妨考虑我的这一道 啤酒排骨 这一道啤酒排骨的做法呢 简单又好吃 好了 那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咱们下期见